你看那儿 女儿 父皇 现在天下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女儿想下凡人间帮助他们平息战争 让老百姓从此以后安居乐业 我的女儿啊 你可知道下凡的人间 你就不能用现在的样貌出现 要换一身其他人或者别的皮囊换个模样 此且还要受尽人间的各种苦难 父皇 也就是说 如果女儿一人受苦 便可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那女儿愿意为此下凡人间 女儿 你可想好了 我义一决 待你功德圆满 即可重回天庭 感谢观看 老人家 这儿怎么这么熟悉啊 我是不是来过这儿 六公主 您是在叫我吗 六公主 我是你仙界的师父 仙界的师父 我一直失从硅谷子门下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还有您这样一位师父 六公主 你即将大伤痊愈 接下来你还要陪同齐国大王田辟江治理齐国 辅佐他把齐国治理成太平盛世 不管您是不是我师父 不过治理齐国 带兵打仗都是我犯内之事 老人家 既然您这么神通广大 您能不能告诉我 我儿子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我身边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万事万物皆有因果 放下执念 一切要自己去经历 一切皆有定数 血色龙鳞甲 他会护你百毒不侵 刀枪不入 我已经命无由给你送过去了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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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主 等你功德圆满之日 就是你我师徒相认之时 要祝你 一 你 listening 镬顗 hos 各位 你 我们 他 糊